东奥会官方赞助商 但就是这部剧 它不光开了中国情景喜剧的先河 而且这眼瞅三十年过去了 它不但没有被人们遗忘 反而因为时间的沉淀 越发地显示出来了它的魅力 成为了一代经典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我这会儿就觉得我起码 年轻零十岁 是我早晨偷吃了你的油条 还偷喝了大哥的牛奶 没问你这个 那是沙安毛房没冲的事 我那是为了让爷爷高兴 你也死了我也干嘛高兴 你想啊 别人死了 他还活着 能不高兴 听到这儿啊 这大伙肯定很奇怪了 这同一部剧 这前后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别说是各位啊 就连《我爱我家》的导演英达 他也一直想不明白 自己这一部练手之作 也没花多少钱 你要说让人骂吧 他也认了 那怎么就一不留神 就成了这个难以超越的经典了呢 那这《我爱我家》的华丽变身 究竟笼共分几步呢 咱们先从一张剧照说起 虽然说这个年龄段 看过《我爱我家》完整的人 可能不太多 一级不辣的啊 但就我刚才这 这葛优躺这个姿势啊 咱在手机里头没用过 肯定你也见着过 就这张照片 正是出自《我爱我家》的 第十七十八两集 叫《不速之客》 葛优在里边扮演一个 不务正业的小混混 名字叫季春生 进来吧 这位是季春生 季春生同志啊 这就是饿得一定是 我说是咱家有什么吃的 给它咸不咸不 不可以吃饶了 咱家还吃饶了 这两集啊 讲的就是季春生 混进贾家 混吃蹭住这么个故事 季春生 甭着急 你 你卖碗吃 葛优 我这么吃 觉得不踏实 你甭客气 就跟在自己家一样 不是客气 您家有算吗 有 在厨房吧 厨房那双汤挂的呢 可以自个儿拿 吃的还挺全会儿 葛优啊 他没向你提什么要求吧 没有 他说他过得很好 也就是 三天没吃东西 八个月没洗澡 五体的上回在屋里睡觉 是哪年的事儿 我这看着咱俩是免费饭店了 葛优摊在沙发上这个时候啊 正是在狡辩 应对贾家这个集体的盘问 这么个情感